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出目手工造 我是一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开箱七款我所做的左手箱萃取油 这种我的粉丝们应该知道 我从三月底从日本回来之后 就一直对我种的那盆左手箱 有点看不顺眼 因为它本来长得好好的 结果就被我种坏了 那么我就想要来重种 所以我就把原先的左手箱 我就把它通通挖起来 那就把它采收下来 那我也有在我们的社群上面 就发了一个问卷调查说 大家是想要看我做这个左手箱萃取油 还是我要把那批左手箱全部都把它榨成枝 然后来做左手箱灶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了这个左手箱灶 还有左手箱萃取油的一些研究和实验 那么这个就是从四月份一直到现在 陆陆续续我做的七款左手箱萃取油 那么这边我要感谢我们频道的粉丝 知道我的左手箱其实不多 所以他们也有陆续寄给我左手箱 好让我能够把这个实验继续做下去 非常的感谢 好那么其中有一款萃取油 我有把它做成了左手箱膏 也用文字和照片的方式 跟大家先做了分享 那之后我也会拍影片分享 那么另外六款萃取油 就是完全没有使用过我自己 也还没有对他做过任何的评价 虽然我在过滤油的过程 其实有对他们有所了解 但是我没有仔细的去对他们做评价 所以今天就算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萃取油他们彼此之间的效果 香味色泽之间有哪些差异 所以我要来做一个评比跟开香 我这次的比较不是说用哪一种油 去做萃取的效果怎么样 或者是比较不同的左手箱 我用的全部都是大叶左手箱 也就是后叶左手箱 我没有掺杂其他像是圆叶左手箱在里面 好那么油品的部分就是根据我 这过程当中可能家里面有的油 还有就是我需要的油 我其实有用了三种不同的油去做萃取 分别是这个高油酸葵花油 甜杏仁油跟椰子油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这三种油的色泽方面都偏向淡黄色 所以它不会去干扰到我们对色泽的判断 但是它会在服务感上有所差异就是了 所以这一次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萃取方式有所不同 还有萃取的材料的处理有所不同 因为我这个主要不是为了拍影片来做的 我是真的是为了做实验而做的这批油 那实验结果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公布跟说明 好那我就先简单来讲一下说我的制作方式有哪三种 我是从三个方式去来做的 那中间我也有做一些微调 根据我的实验的状况去做微调 那么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蛮常见的一个传统的做法 就是用新鲜的左手香直接把它做加热 用油加热萃取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我过去曾经有跟大家在影片当中分享的这个 如何萃取出干燥香草当中最多的香气跟成分 这个萃取法它是来自于Maria Noel Grove那支影片 那支影片的方式它是有掺杂了这个酒精作为一个媒介 所以这样子的萃取油它可以保存期限比较长 而且里面的成分也会比较多 好那那个方法我也有用在这个里面 好再来就是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就是说我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香草植物的萃取 所以我去参考一本书 对我这一系列的实验来说是一本最重要的参考书 就是叫The Modern Herbal Dispensatory 好那么他们的方法呢 跟前面的那个酒精 掺杂的酒精中介的方法是比较蛮类似的 但是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用的酒精的量有所差异 那么前面一种方法就是Maria的方法 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加热 但是后面这本书当中的方法 他需要还要再对这个油油品本身来做加热 好那么就是这三种方法掺杂在其中 然后形成了这七款的萃取油 好那么我要再进一步解释 就是因为这七款萃取油 它本身的条件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实验 所以最后的这一些评比呢 与其我们说是来比较这不同方法的优劣 不同油的优劣呢 还不如说我比较像是一个事实的呈现 我告诉大家第一款萃取油 它用的什么方法怎么处理材料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第二款萃取油的结果是什么 我是比较呈现这整个结果的事实给大家看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能够就从中间了解更多的一些知识 然后也了解一些我在做萃取油的经验 好的一个分享 再来呢我就要大致上介绍一下 这七款萃取油 它们各自是什么样的一个萃取的条件了 好让我一一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第一款萃取油就是我最早制作的 在四月中的时候 它就是用Maria Noel Grove的方法 好那我用的就是大叶佐手香 因为那个方法本身是用干燥的香草来做 那干燥的方法呢 我怎么干燥 我是用果干机做干燥的 好那么因为我第一次做佐手香叶的干燥 所以刚开始我果干机就开的温度比较高 在60度 那后来佐手香叶就变黑了 所以我又把这个温度就调低 调到45度 那大约是三个小时 30个小时之后 30个小时之后我把它打碎 发现它还是有一点湿度 所以我又放在厨师机的旁边 继续干燥一个晚上 那最后呢就用Maria的方法 来做成了这个萃取油 这就是一号的佐手香萃取油 再来是二号佐手香萃取油 那这个萃取油呢我是用什么呢 它的材料不是佐手香叶 而是佐手香叶我们把它炸出它的原汁之后呢 我用这个佐手香的叶渣来去做这个萃取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 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做佐手香造的方法 会用这个方式来萃取 所以我想要试试看 这样子去萃取出来的油 它的油脂大概是什么状况 所以这个是佐手香枝的叶渣 好那方法萃取的方法呢 我是用Modern Herbal Dispensatory的方法 就是酒精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在后面呢再做一个加温 那加温呢我一开始我是用65度去加温 后来发现升温的比较高 所以我又转到了55度 摄氏55度去加温 那总共萃取12个小时 那12个小时之后它其实有一点 过滤出来之后摆一个晚上 它有一点油水分层 那我又再进一步 就把上面的油倒出来了 所以就把下面的水分 就把它滤掉 好这就是第二款方法 好再来呢第三款的方法呢 它跟第二款方法几乎是一样的 那唯一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呢前面是佐手香 炸出原汁之后的渣 那这一款呢是我去泡佐手香茶 我用热水去浸泡佐手香 新鲜佐手香 然后再把它炸打碎 就是把它整个做搅拌之后 过滤出来 过滤出来的那个佐手香茶 那么剩下的这个叶渣 我就拿来做萃取 那萃取的方法 就跟第二款的方法是一样的 再来那我们看到的是 第四款萃取油 好大家看到我的容器都不一样 我没有特别买容器 我就是手上有什么容器 就拿来用 就发现我容器好像也不太够用 好那么第四款萃取油 它就是用我们常见传统的方法 也就是我把新鲜的佐手香切碎 那切碎之后呢 我倒油进去 那我倒油就是我淹过 盖过这个佐手香 那我发现它的比例 就刚好是1比2 重量比刚好是佐手香1 然后油是2 然后刚好淹过这样子 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呢就直接去加热 36个小时 为什么要这么久 因为我不希望油温过高 我们传统方法它是炸佐手香 它油温比较高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方法 因为它会破坏油品 而且也会破坏一些成分 所以我就维持低温 我是用这个60度 总共呢就去萃取了36个小时 37个小时啦 然后再把它过滤出来 那过滤出来之后 它一个晚上 比较没有什么油水分层 所以我就没有再做一次的过滤了 接下来呢 就是第5款佐手香萃取油 它的材料跟前面2、3是一样 就是它是用这个榨汁之后的业渣 正确来说跟第二款一样 就是榨汁之后的业渣 去做萃取的 好那萃取方法也是相同 就跟前面的方法是相同 但是呢差别是说我加了一点 甘油在这个当中 那这个方法呢 应该说是我的灵感是来自 The Modern Herbal Dispensatory 想要试试看加了甘油之后 它的萃取香气会不会更加的好 所以我就做了这一款的萃取油 好那么目前呢前面3款是高油酸葵花油 那第4第5款 还有第6款都用的是甜性人油 好那么这个第6款呢 它的方法也是跟前面的都是类似的方法 但是它的差异是它没有加入甘油 但是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 前面我的 我的材料 左手香跟油的比例都是1比8 那这个 这一款呢我的材料跟 左手香跟油的比例是1比4 所以它的浓度等于是相当于是一倍 好那这个就是第6款 再来就是最后一款 这一款是椰子油去萃取的 那它的方法跟前面呢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前面我们用了干燥左手香 新鲜左手香 还有左手香的叶渣 那么第7款呢它用的是什么呢 它用的是新鲜左手香去做成这个 我自己来我自己做的 那方法呢我之后会再分享 新鲜左手香去做成的左手香粉 低温左手香粉 那么做成左手香粉之后呢 我再去做的萃取油 那萃取的方法呢 也是用那本书的方法 就是The Modern Herbal Dispensatory的方法 然后做出来的 好那么这边就跟大家报告完 这7款左手香萃取油 之间的制作条件上 有什么各自的不同的地方 再来呢我们就要对这7款 用左手香萃取油来做一个评比咯 那我想到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要来做盲测 因为我不希望我自己在整个的实验过程 对它加入了很多先入为主的想法 所以我就想说我请我先生 把这一些萃取油呢 就是都倒到同样的那个样式的酱料碟当中 然后就把他们的号码就是写在背后 那我就不知道它到底这一款油 这里面的那个油到底是哪一款萃取 那我希望我这样子的 我再去对这个油做平价的时候呢 能够更客观一些 好那么现在就让我先生来帮我做这个盲测的准备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